小女子现身报国,李敖接国民党军纪内请 台湾作家李敖早年已批评国民党而成名 1959年9月9日,24岁的李敖进入国民党凤山陆军步兵学校 受预备军官第八七入五训练时 就发愿调查传闻多年的国军军中的原籍军纪 作为关切苦难中国人民的一个专题 1960年3月,入五训练结束后 李敖被派往国军第十七师服役,授予少尉军衔,自年退役 但直到26年后的1986年,李敖揭露国民党军纪制度的文章 才成文公开发表 2014年上映的台湾辅导及电影军中乐园海报 图中的建筑即是国军所谓的军中乐园 女性名为适应生,实际是提供性服务的军纪 所谓军中乐园,就是军中妓院也就是营纪营纪在中外历史上 虽然建货出现,但像国民党这样统一寄约了的,却是古今所无国民党在大陆溃败之时过 写几十万中国壮丁 这些壮丁在战场上,性为成为炮灰却倒霉的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征岛,成为国民党或国殃民的筹码 国民党扣住这些人说要反攻大陆去 不准退伍他们白天只好打野外,不准成家他们晚上只好打野炮打野炮 就是解决大兵的性欲问题大兵问题,穷逛普通民间的窑子,是逛不起的 并且军民不分,也一丝纷扰于是国民党的败军之将得到败军之首将戒时的点头 就搞起败军之兵专用的寄院来,令下之日举凡国民党驻军之地就有军中乐园,随时在策 此外,1952年1月5日,蒋介石公布的勘乱时期 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第二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陆海空军军人,只下列各款而言 一、限职军官所准备及学生 二、限职军用文官及陆海空军技术军事 第六条规定,陆海空军军人有下列情形之意者不准结婚 一、直接参战或担任紧急防务者 二、学生在受训期间者 三、各军事学校受养成为教育毕业后,分发服务未满二年者 四、年龄未满二十八岁者 但女性不在此线 第八条规定 陆海空军士兵除第二条规定之外 现役的营期间不准结婚 既然一般陆海空军士兵不准结婚 以立法盛名 何况以他们微波的军相 要结婚也根本结不起 反正当军人苦闷嘛 除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辛苦、操劳、疲劳之外 功于之辖,总是需要找乐子 所以设立军中乐园 跟那些姑娘们玩玩老把戏 以发泄过剩的精力 促进阴阳调和 提高国军战力 金门一家军中乐园挂的一副对联 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上连大战失效命将场 下连小女子现身报国 横批服务三军 电影《军中乐园海报》 以当时金门军中乐园为例 因在前线 待遇较好 金门军中乐园由政工人员掌管 由政治部主管民运的单位负责督导 在军中乐园服务的适应生 称为军中特约雇员 这种雇员在金门共有250人 流动散布在金门、山外、小径、陈坑、列宇等地 但在最前线大二弹及东西权 则没有固定的原地 只好定期派遣姑娘出差 完成任务后再返房 这许多雇员都来自台湾有18岁的 也有30出头的平均年龄 23岁双方行的是合约至签订雇佣合约 每期8年双方同意 可以续约服务期间或 使与服装由军中供给营业收入 女方使得七成 每星期工作六天逢星期一休 加每天工作时间自上午80至中午11时 下午20至90票价分为三等 均官布25元适应生 在金门本导者可得16元 小金门等外导可得17元 是官布20元适应生的14元或15元 战事部10元适应生的8元或9元 虽然形式上是合约至两厢情愿 但是妓女这边再被老宝归公等一乐所 也就所得无几了 并且外导军中乐园中的妓女 许多都是台湾本导抓到的私娼被强制 冲军送到前线的这种身份的妓女 在台湾本导其实也是一样 本导军中乐园中的妓女 绝大多数是被路来卖来的 也要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1960年3月30日 条下曾写流氓强义女写卖身器 一万六卖两年 否则不放行 一线兵就出支 在此军中乐园 可见这女人脱离了私娼命运 却也脱离不了军中乐园 1960年12月25日的台湾联合报 也刊登了一则新闻台北市古岭街省妇女会门前 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多人使用计程车架 走一对情侣案 因被害情侣当即高喊救命 附近的警戚分局警 士组立即出动当即将一对情侣待局保护 并将涉拳妨害自由的李之高一名部 或其余歹徒军已驾车逃逸 据警方初步侦查 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 15岁之亲生女儿 到特约查是蔓延另一青年协助妻女 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妻妇 却与歹徒多人与劫走女及其 情郎难事问在这种全无人身自由 悲满来买去的处境下 妻女们还想可以按规矩抽成 其谁能信呼他们其感言 钱能少阶级刺客 就算造化了妻女只是人们眼中的工作器具 电影《军中乐园海报军中乐园的妻女》 最令人有人肉市场质感的 是在接客次数的有下限而无上限 在军中发享日子或规定假日 每位妻女每天卖三四十次 是很普遍的事 三四十次还不算本领 如果卖到五十次以上 便有奖励 军中乐园甚至举行过大比赛 卖得又快又多折 当然都是五六十次以上的 甚至放兵炮庆祝 听来真不知人间合适 真不能想象 一个人 每天洗五六十次手都吃不消 何况五六十次性交 可是台湾在国民党得正下的人肉市场 竟然如此 李敖不禁愤慨 一个可怜的女孩子 沦落到每天接客五六十次 什么他妈的三民主义 国家民族 对他都全无意义 如果我是他 如果不能逃脱老宝归功的魔掌 如果不能免于接客的命运 但求能少接几次 也是好的 所以 如果我是他 如果共产党统治 能使我少接十个客人 我就欢迎共产党 如果日本人统治 能使我少接二十个客人 我就欢迎日本人 我就欢迎日本人 甘愿做王国奴 这些都是实话 所以被掠去了 什么主义 领袖 国家 责任 荣誉 都他妈的是骗人的 都是太遥远的 对苦难的弱者说来 都是狗屁 狗屁 臭狗屁 鬼才要相信他们呢 电影军中乐园海报国民党设立 军中乐园的自我宣传德政之一是可以防止性病 但事实上却成效不张国 民党为了防止性病在军中传播 对于军中乐园制定了详细而严苛的管理条例如 有使官兵需注意卫生与保健 凡有配偶患有性病 传染病 去酒或神志昏迷不清 以致极疲劳过度者不得入室于乐 另有 作息时间表 规定星期一星期四 健康检查及防治事日 也七点半起床 八点点明及上课课目有 保防常识 生活指导 卫生教育 服务规则 礼节指导 国语绘画 教师是衣冠 经理 干事 管理员十二点诊断 军中乐园 虽然要求阿兵哥要戴卫生套 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就一次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 问一个得了性病的老兵